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 唯有你胜过一切 今天是4月2日 题目是《他的洗的》 全心字在约翰福音13章8节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了 我为了一段影片 心心感动 那是一个关于恩典的广道例证 两个小朋友在开始的时候玩泥沙 最初他们的身上只有几处污漬 但到最后全身都沾满泥土 这个时候摄影机捕捉到他们那位就着眉头的父亲 正向他们走过去 小朋友知道自己闯了 当场呆住了 但是这个时候父亲手里面就拿住了一条水管 开始用水帮小朋友冲洗 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最后那些小朋友也都被冲洗干净了 在耶稣的时代 帮客人洗脚应该是伯人们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在吃饭之前进行的 因为客人们都是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走过来 但是在耶稣和门徒的最后晚餐的时候 没有人执行这个工作 在坐席期间 耶稣离席站起来洗门徒的脚 耶稣行动的时机显示出 他接下来要教导门徒的东西是有多么重要 耶稣去到彼得那里 彼得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叫到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在希腊原文里面 你和我这两个字左右并排 凸显出他们的相对性 耶稣就这样答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在这个解释里面 耶稣透露他的举动 耶稣不止是为了扮演仆人的角色 亦是为了透露这个比喻 教导他们有关救赎的深远意义 而这个意义 是要等到他的死和复活之后 他们才能够理解 耶稣真正将自己献上成为仆人 好让他们的罪得到洁净 彼得反对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基督就用以下的回答 去讲明这个预表的深层意义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了 基督是唯一能够让他成为洁净的人 彼得接着说 主啊!不但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 彼得的这两个回答 现在有时仍然是会被人所不用 圣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 如果不是没有必要 就是他所做的还未救 但是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洗去我们所有的罪 这个非但是必要的 也是足够的 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